誤會了,他以為聰明了 啊,好難啊 啊,謝謝你提了我 不是啊,有些人的思想不是IQ提 蛤?那你在哪裡啊? 在家裡的甲蠻度 你爬上去 喂! 喂,差來一點 喂,差來一點 我幹什麼啊? 我的同學都很笨啊 我就沒有這麼不開心了 歡迎收看第不知幾一季的 樣子美吉才姐 耶! 耶! 真的是十年人事己翻身 你看看電腦和第一軌 全部不同了 這個花石吸完腦 你猜開了嗎? 經過了這麼多集之後 我更加了解自己 原來樣子美、吉才正 我是做到一點的 就是急了 所以今天我還是會繼續以陪跑的角色 跟大家繼續玩這個遊戲 我以為你急事 沒事的沒事的 第二個,別再說這些東西了 第二個就是 經常都不夠蛋白質的卡 卡姐 哇 卡姐不夠蛋白質的 她的故事經常說自己不夠 我要多點蛋白質 哇 各位男子收到了 記得買雞胸給她 哈哈哈哈 第三位參賽者 就是我們FH的台廚 台前幕後都派了她的 哥耶 喂! 你拍公主很乖很溫柔的 最後一位參賽者就是我們全Youtube 那天最有條理、最有邏輯的 夢宇樑 嗨 我們到哪裡了 我最期待這個 大家都不是我對手 哇 阿咪 我選你的對手是你的腳 阿咪 你這次可能也要敬直了 阿咪 OK Youtube 養兩級裁症正式開始 嗚 嗚 熱身題 有甚麼是每家人都有一個 但全港加起來最多只有幾百個呢 咪槍這麼快 咪槍先 是嗎 勝 好啊 好啊 是水晶的力量 沒有熱心的 你不用擔心的 VChain 經常熱身題都會答對我的 對呀 接著就開始不行了 但每一家人為何你就肯定只有一個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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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我們的家庭很簡單 如果家庭比較複雜的人 就會有更多 但你爸爸媽媽都不同姓 你結一分理論上要跟爸爸姓 不是 爸爸媽媽呢 不是 要跟 阿爺阿婆呢 都要跟的 你阿爺阿婆不是結一分的嗎 大人英明 我忘記跟大家說 贏了這個比賽後 1000元現金獎 你不想說 我要下場 不用怕 我已經要回答了 不 但你真是的 不算 不算 你這樣很不公平 你太太 真正來了 喂 你很急 你追命 你想證明自己 哈哈 聽一回答先說吧 中文題 加減成 差一個字 是不是除了 蛤 哇 不是加減成除了嗎 我們誤會了 他以為他聰明了 真的很誤會 好啊 是不是個米字 為什麼呢 加 是 還有成 那我選我 黏在這裡的米字 這個 你覺得行不行 沒有啊 不行 但其實不行 這個也有創意的 我當時也有想過這個答案 對 哦 G字 哇 為什麼 謝謝你提了我 加 減 接著又一個成 哇 哇 完全沒想不到 你今天很厲害 果然是水晶的力量 為什麼你吃了這麼多 我應該要吃 又是那招又吃了聰明豆 又吃 不是 第三題 這個就是阿嬌題了 怎樣移動三枝火柴 將它變成三個正方形 哇 很難啊 你想東西是這樣的 是呀 那個樣子 是呀 是呀 啊 好難啊 啊 可以出來試一下路嗎 可以 可以 他也想不到還可以怎樣 不是那麼快是吧 一條 等我一會 喂 不是出來才想的 什麼啊 喂 喂 我問了 可不可以出來做的 喂 你們不可以這樣對 一個純情的女學生 哦 純情都要打 我幫你 哦 哦 我什麼呢 我什麼 我勝氣我要做一個乖布布白 原來你走錯路了 我剛剛一定是適合一下的 是不是 不是 我們給你提示 其實是適合了一條 這條是應該這樣走的 但是夢遇你開始玩了沒有 喂 你在想著 你在腦袋裡面動 又是你 他這樣不行的 你搭了一條出來 其實是很完整的三個正方形 那那條看來做什麼啊 喂 你說三個正方形 你沒有說 那條鼻雷針啊 那條做什麼 不行的嗎 不行啊 我給你一個提示就是 其實剛剛 雞形是由這條 動到這裡的 是吧 是對的 這個我知道 這個是對的 剩下還有兩條怎麼動呢 我給你看看他翻白白 他在這一格就抹了一條毛巫 不如玩完井智過三關 你果然沒有令我們失望啊夢主 我們叫起來就預料你去搞這些東西了 不是啊 有些人的自信不是IQ題 蛤 那你在哪裡 在家裡的隔板 你叫出來的自信 我要懷疑我自力了 現在 不如出去動一下 出去想到就可以了 我可以給你一個提示 這條是不關事的 是嗎 為甚麼我沒有提示的 天啊 不需要動這條 那這條呢 不 還給大家的 這條是要動的 喂 卡姐啊 你快出去動一下 你去健身吧 不是啊 你不知道在哪裡 好 卡姐 像樣了 像樣了 之後呢 只有一條而已 只有一條而已 不是 我是 喂 別過來 別過來 喂 喂 我幹甚麼 恭喜卡姐在那裡有分 人家出來正在乘搭 對 你不能在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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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想不到 我們是不是叫你出來 你這麼高興的做甚麼 就是 基本常識題 究竟這個小時 是指的是多少點呢 麥香又舉手 幾點啊 五點 十 五點 五點 不用說答案了 為什麼 我想知道為什麼 因為 歪一點點就是五點 哪裏十二點 哪裏寫著十二點 我自己的感覺 既然不會相信你的感覺 我這次就是自己 嚇神魚 大家給一聲 夢又有話說 十一點五十三分 錯 為什麼 差一點點 我知道 是 你跟我們單眼沒用 為什麼單眼 你想怎樣才單眼 十點四十八分 10點四十八分 十點四十八分 為什麼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時針 看到這個刻度 就代表 它都已經差不多踏正了 就是代表 它的分針都一定是比較大的數目 可能接近四十分至五十分左右 所以我們從而推斷到 這個應該是處於四十幾至五十分 十二點就在這個位置 我就知道了 這個就是四十八分 如果這個是十二點的話 它還未只夠十一 那就是十點 那就是十點四十八分 沒錯 就是這樣 你是什麼角度看呢 答案都應該是一樣的 我這一題起碼加到三分 那又不好 一分吧 幼稚園數學題 一、三、五、七、九 下一個數應該是什麼 梦語最怕 為什麼是十一 因為加二、加二、加一 這個也挺有樂趣的 加二的 不是 沒有那麼難 幼稚園數學題 沒有那麼難 你要問這三歲年輕人都懂 是 十 為什麼 九一後就十 你說很容易 你說很熱 那小朋友 是很容易 你跟著一個圖案 但是也不對 你的邏輯也不對 夢語也好一點 是 加盈 二 為什麼 一、三、五、七、九 就是二、四、八十 不對 太複雜了 一 又為什麼 跟著一個圖案 一、三、五、七、九 好 我知道 等完 OK 7 為什麼 倒轉 不對 我們複雜了 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一、二、九、九 你不知道 有沒有提示 有提示 大家真的想不到 我們不要把數字打橫看 我們只是打動 我打動了 是 不知道 有 有 有 因為一加三加五加七加九 但都沒有等完 太複雜了 一個數 你說打動看有點混淆了 你真的不是說 整個一起看會議 整個一起看會議 整個一起看 我知道 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九 這個很重異 錯 但是知道已經差不多了 我知道 是 一、三、五、七、九 差不多了 下一個數 下一個數 下一個 下一個 一萬三千五百七 下一個 下一個 不是這個 下一個 不是這個 你明明已經知道答案了 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九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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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小時候已經做過了 好 實驗題 我覺得這題是非常好玩的 怎麼可以將不拿起水杯的情況下 將兩杯水平分呢 好 夢宇先 不是這樣不行的 夢宇 我知道他們玩什麼了 我知道我知道 夢宇先走 夢宇先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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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樣的 你出來做什麼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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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生水來的 不行的 要平分 要絕對平均 我不可以 我想大家都想看你絕 你絕完之後 你絕吧 你絕吧 你絕完之後 我們說你錯了 也沒所謂的 人們想看你絕的 我不是拿你的杯子 老師是犯規 好 預備了 3 2 1 你們不是知道嗎 你又說知道 當然 你又說知道 我不想絕 快點 你不是要玩過嗎 快點出來 平分杯水 對啊 不拿起來 對啊 不拿起來 喂 忘了有錢的東西吧 現在太大年紀了吧 不是啊 是絕啊 你絕啊 我記得絕一下它就會飛下去 是啊 我想問一瓶飲桶有沒有作用 有 如果不是放在這裡做什麼 我的同學都很笨 我就沒有那麼不開心 那你先回座位了 等一下 免得被人撿死雞 不是我怕你吃虧 是嗎 這次你行不行 一陣子站吧 這裡有位子 我不想跟你站在一起 我可不可以去廁所嗎 你去廁所做什麼 你去廁所做什麼 你去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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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出來幹什麼 我再試一次 是 你在做什麼 它在心靈感應 快點過開 接近了 我們昨天已經試了 我釘了一次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我知道了 老師 你先叫它回座位 要不然你讓它撿死雞 沒錯 沒錯 大家看到兩杯水的水 已經平均分配了 就是這樣 而且我要帶出一個意思 就是不要怕同學笑 我叫你 你出去幾多次 你還是會不成功也不怕 但是我成功了 哇 真的很有鼓勵性 又學給你 荒仔 荒仔 我一分 常識題 為何羊和狼 在車廂裡 就是狼 是沒有穿到羊的呢 老師 因為車廂內 不准飲食 好厲害 這麼快 好快 這個醬要得起嗎 他的問題都沒有問過 不是 我還以為他不餓 我也在想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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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驗題 燒一條繩會用一個鐘頭 怎樣你用三條繩量度出一小時十五分鐘呢 蛤?你? 不是 我想問問題 不是 你想去廁所嗎 我有bias 不是 我想問 那可不可以用剪刀嗎 當然 我覺得這次的題目比較難 很難 沒有想著 別看了 撞撞撞撞 我們都要關心同學的學習情況 老師 我知道 你燒完一條繩量度一小時 然後心裡變 再練十五次六十秒 麻煩了 應該也行 你自己覺得怎樣 三條要用完 你用完都可以 你用完都可以 你選擇通過邏輯就可以了 我想到了 這一條用來對摺 然後我一條燒完 另一條燒到這裏 就是一小時十五分鐘 但是你沒有辦法可以 準確地知道四分之一的 你的答案是可以準確的 答案是完全準確的 但是我那個 我給了一分自己 我也有給了一分 我中間那次燒 我中間那次燒 不是啊 不要吐去前線 天馬行空了 撐住啊 很多 燒一條要一小時 前後燒半小時 是 然後在這個前後燒的時候 燒了 薄 是 是 這個可以燒到 半個小時 是 然後它燒了半個小時 這個再薄兩邊 是 再燒 再薄兩邊是甚麼意思 不是 這個燒半個小時 再點這個 是 呃 差一點 最後一步 再薄頭和尾一起燒 那你會行嗎 那是 一個半個小時 那你會再回一個小時 你會再回一個小時 我知道了 你又被人撿死雞了 給我一次 給我一次 只剩下沒得再提 再提再說答案 那就是 一個小時十五分鐘 沒有了卡姐沒有了 答不到就沒有了 準備3 2 1 2 3 3 2 1 我去做甚麼 為甚麼這樣就一樣了 吃藥吃藥 我怕我答錯了 我也是想不到 所以再給我一個死雞 很大便 不是 很緊急 首先 我就是這條 我頭未點穿 那會沒了30分鐘 30分鐘 之後我再頭未點穿這條 然後同時 我也點穿這條的一個邊 這裡我會燒到剩下半個小時 然後這裡的時候 我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但是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這裡還有半條 那有半條的時候 我就頭未點穿它 15分鐘 這張是對的 但是它說得亂了 不需要那麼複雜的 就是第一條繩 和第二條繩 我們同時間點 但是第一條繩 我們兩邊點 第二條繩 就只點一邊 那當第一條繩燒完的時候 這一條繩 只剩下半個小時 這個半個小時 然後呢 將這條繩 兩邊點 它就變成15分鐘 剩下這條繩 一燒它就是一個小時 加上一個小時 15分鐘 就是正確答案是這樣 但是Mee Chan就複雜了 兩邊兩邊 就是三個針 對 但其實也對的 Mee Chan 謝謝 謝謝卡姐 今天這麼多人對我這麼好 這麼多雞出來撿 對 專門撿死雞的 Mee Chan你真的 所以我不就蛋撿就是這樣 不然經常吃雞胸 卡姐不撿雞 只是撿雞胸 卡姐除了雞胸 不知道全部都沒有興趣 法律題 有兩名犯人 犯人A 怒鞋罪 坐了兩個月 但是犯人B 殺了人 都只坐了兩個星期 究竟為什麼呢 我想問 怒鞋是露什麼鞋 氣鞋還是什麼 真的露出本 犯人罪 最重要的支槍 因為犯人B 家裡很有錢 法律年前 窮人含能 對 對 是不是對 錯 如果這題是社會題 不是這題是法文題 哦 是 因為他自衛 即保護自己那種 為什麼 就是自衛殺人 哦 不對 是 家裡 官判罪了 錯 因為犯人B 在監獄坐兩個星期 自殺死了 錯 是否犯人A 犯什麼罪 他就是已經成立了的罪 那犯人B 殺了人 但他還沒有判 不是 錯 真的錯 而且外面的人 都沒有人 覺得是 很合理的 這個判決是公平公正公開的 沒錯 是 因為他兩個星期是錯 其餘都是站在那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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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錯 我知道 是 他被人判死刑之後 對 真的 就是這樣 坐了兩個星期之後 就要拿去打馬 為什麼你們這樣 不是吧 你們在這兩個 不一樣的 做不一樣的 現在叫V無奈 喂 V無奈 這些問題 搞定是我辱我智商 哎 我WIN 兩個WIN 這個應該是Y Y來的 喂 你有沒有錄下啊 我周哥 老師寫錯説 總教肅 哈哈哈哈 英文題 26個英文字母 按著某一種規模去排列 第一組就是FGHI 第二組就是OS 請問ABCDE 分別應該屬於哪一組呢 ABCDE是兩組不同的 可以是嗎 兩組不同 我答我答我答 是的 第二組 全部都是第二組 它分別不同 因為我想第二組比較少 哇 你說一下 對啊 你這樣想都不行 你高齊也挺厲害的 其實它們這兩個分序 是一個很微妙的規律 Bad Magic 對 Bad Magic 找它們的共通點出來就是 我想問 跟英文的程度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是 你也懂的 起碼要幼稚園畢業 你真的知道我懂的 肯定懂 How are you 蛤 我想問P是否都漏了 寫上去 這個P字其實因為有多一點爭議 所以就不放在這一題上 是否對稱呢 鏡像 鏡像 A是第一組 跟著B是第二組 不是 蛤 可以不用想個P字 其實你只要看它們的規律就行了 這句我紅筆抹了那個P 我給大家一些提示 你想想 英文字母 只有兩個分別 只有兩根可以歸納成兩根 究竟分別是什麼 沒有那麼複雜的你想得 是 我想問跟大小雞有沒有關係 有 Shit 又給大家一個提示 你這次是撿死雞 是 夢宇 你說有關係 是 夢宇說的 A B C D E都是第一組 不對 我知道 重新舉手 3 2 1 大家先 A是第一組 是 B是第一組 C是第二組 D是第一組 2 2 1 B是第一組 B是 沒錯 為什麼 因為大世界 下面那個全大家世界都是一樣 沒錯 謝謝你 我喜歡補給你雞 你又被人撿鬼 我就是知道他跟大小雞有關 那你為什麼不回答他 我想不到 我把我抹了一把 夢宇遲了五分鐘 為什麼 最後一題了 加油 加油!人生難題 有三間房在你面前 你必須進入一間房 第一間就是餓了一個月的獅子 第二間就是手持開山刀的白卡佬 第三間房就是充滿二嚴密的火牆 究竟你會選哪一間房進去呢? Bi-Chun,你先選擇吧 我會選擇餓一個月的獅子 因為她應該已經死了 說得對嗎? 啥?這麼簡單? 啥? 很快啊 就是這樣啊 很快啊 你今天真的很聰明 很聰明 想不到這次的養領急財 就在這麼兇的情況下完結了 這次的冠軍是Me-Chun 好厲害 出來領獎 實至名歸現金獎一千元 恭喜你 你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吧 恭喜恭喜 謝謝 這次這麼簡單的 你不懂得嗎? 不懂 不懂 好美啊 你今天的洛汁很好啊 Mie Mie 記得有兩顆水是我的 很厲害 夢雨呢? 你們三個都很愛的 夢雨沒粉 請你喝新酒禮酒吧 哈哈哈哈 這次的養領金球是圓滿結束 耶 下次參加誰玩的 記得留言跟我們說 好 好 下集見 拜拜 耶 我贏了 我可以退休了 好啊 我幫你戴上去 你是否第一次贏 我第一次贏 我不是第一次不包嗎 蛤 真的嗎 真的嗎 你也得死雞王 很漂亮啊 耶 這條蘑菇是否有甚麼法術 我也想畫一個 沒有啊 我也想畫一個 喂 我想探夢月娥有甚麼 我抹了 你想笑嗎 蛤 不是 不是 想學東西 想探你的邏輯思路